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 這些方程式的圖形在平面上 哪些是表示一個圓 首先這個是一個圓 而且他的圓心 在0-2 而且半徑一過去 半徑是等於2 這是R的平方 所以這是一個圓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你可以配方 或者是代公式 我們給他配方好了 就是x-2的平方 加多少呢 y-1的平方 我把5的話 你過去 我這邊多加了一個2 2的平方 我就加4 這邊加4的話 這邊多加4 這邊多加1 這邊多加1 所以這是0 這代表一點 或者是你用派北式 派北式用d 這是-4的平方 加上-2的平方 減掉7 4乘以5 這等於0 16加4是20 等於0 所以它代表一點 我們看 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我們就用判別式d 這是-26的平方 不過 你看這個的話 第四個 你用判別式的平方 再加上-11的平方 減掉到-2019 那這一定平方 這一定平方 減掉一個負數的話 這個一定是正的 這個一定是正的 你減掉一個負的話 它一定是正的 這一定是大0 所以它也是代表一個園 這代表一點不是一個園 那我們看看第四個 第四個 你要把它畫成 一般式 一般式的話 這個係數都要是1 s平方 加y平方 減x 加上-2分之3 y 減掉2 等於0 判別式d 這是多少呢 -1的平方 加上-2分之3的平方 加上-2 這個負的話 它一定是正的 減掉到-3 4-2 它一定是大0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園 第四個也是一個園 再來我們看第五個 第五個 現在有兩個固定點 A-3-1 B-1 B-2-1 它現在說有些動點,這些動點到達A的距離跟到達B的距離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中垂線,AV的中垂線 AV的中垂線上面的每一點,到達A跟B的距離都是一樣 所以它代表一條直線,所以它不是遠 不過你可以把這個直線看成是半間無窮大的一個大圓 直線可以這樣看 所以它的比率,只要不是1比1的話,它就會是一個圓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圓,這是一個直線 所以這一題的話,大家應該要選1、3、4